三大学生时隔三年终于能举行实体毕业典礼 不过受长时间线上上课影响 有毕业生谈言和同学并不熟 甚至第一次碰面 实体毕业典礼回归不止学生家长乐开怀 在校门口卖鲜花的业者也能重新摆摊 开心有生意可以做 男涵逐渐迎来正常生活 周一单日确诊时隔四个礼拜降到五万例以下 新增四万三千多例 目前完整接种者入境男涵虽然免隔离 但仍需要缴缴48小时的阴性证明 不过有望进一步解除 日本其实上礼拜就宣布 9月7号起打满三剂入境者不用再提供PCR证明 共同社报道 日本甚至有意对无症状患者放宽行动限制 允许戴口罩外出采买 不过日本官方还没有证实 日韩看似都准备扩大开放 迎来与病毒共存的下个阶段 民众梦想正常出国的日子 指日可待 TV新闻 宗佛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